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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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荣的2018 胜利丰收的一年 各项建设加速前进的脚步 坐有山海美景的东部花莲文化会馆 台湾最南端的屏东会馆等广部宝城相继落成 南部会员引谨期盼可容纳千人以上交通便捷的高雄文化会馆 在光辉灿烂的创立之月正式动土 高雄文化会馆是台湾创立之后 迄今为止最大型的会馆建设 让我们以今天作为出发 怀抱要从这座会馆背出展新人才的决心 以一体同心的祈求与奋战 把这座江湖农友美术馆 舞蹈中心等先进设施 台湾最大也是机能最健全的高雄文化会馆 真正建设成为培育青年的保存文化教育和平的花信地 来带动社会繁荣与台湾保护正义的全境 今年在花博期间深受瞩目的国际级展览 花之礼赞四大美术馆联合大展 创假是唯一受邀参与协办的民间单位 创假推进的文化教育和平运动 捕获赞扬 带领创假前进的十天SGI会长 信义往后回响 创假人本之光 持续辉耀台湾大地 创假学会是一个以日联大圣人佛法为根本的民众团体 日联佛法强调 每个人皆具有尊贵的生命与无限的潜能 透过信仰的实践将可不断进行自我的人性变革 同时奉献社会及人群 一个人伟大的人间革命将能转换一国甚至全人类的宿命 在亚运有杰出表现的江建民 是曾风光于日本职棒的知名巨头 但因奸商等因素遭日本职棒释出 回到台湾职棒也不顺遂 甚至改行做珠宝销售 离开他最钟爱的棒球 因为我那段时间是确实是非常的失落 那失落到就是让自己觉得 回到家我都不想要看棒球 所以那段时间我还把联署关掉 2012那一年 江建民担任日本创架大学棒球队 来台交流的服务人员 创大球员全力以赴的热情 服务他重返球场 他选择进入业余球队 气头从打重新出发 所以在打击的部分 我就要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整整花下来 我大概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才固定到自己想要的打击知识 或者是挥棒的轨迹 打击上有不错表现的江建民 起初并未入选国家代表队 但他还是跟着培训队 远赴美国等地进行疑训 全力以赴的姿态 让他在最后一刻递捕进入国家代表队 他也不负众望以叙许的一击 回应国人对他的期待 更挤出他逆转胜的人生 来看看这一球 有没有机会落地行球按打 江建民带有一分打点的二脸按打 中华队现在暂时取得了1比0的领先 我觉得是态度 因为所有的事情 你都要认真的去看待全力以赴 那我自己觉得说这一次可以在2018 参加这次亚加达的亚运这个部分 然后赢韩国 那也可以赢中国 那自己你觉得有不错的表现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本身的一个态度 那为什么我会说是态度呢 因为在不管面对事情的时候 你都是全力以赴的一个心态的话 我相信你自己的表现也会因为这个态度而就是被诊 苦无其苦乐开其乐苦乐与共同唱南眸活连结果 这件事情就是遇到好的事情或坏的事情 我们都需要靠着唱题来去超越 超越坏的事情 那好的事情我们就要唱感谢的题目 所以这个郁金言带给我很大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这一次可以在中华队 所以有很大的表现 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郁金言 我还没有当厂长之前是作业员嘛 我都常常讲说我是一个女工的故事 我们早上八点上班 晚上十点十一点回家是很正常 每天下班都看不到太阳的日子 所以说真的想要拼 为了要转换我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宿命 那现在我虽然是管理两个厂 我还可以五点下班 我觉得说这种差异性太大了 在学会里面所学的 我学到一个精神 舍我其谁的精神 组长要我做一份工作 我不用一天我就做完了 那他就会交代我第二份工作 第三份工作 我就会去做 那无形中 在这当中已经奠定到说 其实老板已经知道我的一个工作态度了 学会不是一直叫到我们说工作及法华金吗 那为主君工作也是法华金的一个修行 我就秉持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信仰跟我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 我常常会套用就是学会的一个 慈禅先生的一个指导一个鼓励 套用在这边来鼓励自己 创架家族这个大舞台啊 给我们就是说让我们突破 其实有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说原来我有能力 我有能力这样去做回头一看 其实真的自己所这样子的一个磨练啊 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成绩啊 那时候真的是从头开始 因为身边的同学其实都比我早半年 甚至是有些比我早两年进实验室 那那些同学都已经是很稳定的在做研究 那我却要从零开始 那时候给我很大很大的挫折 真的很痛苦 因为甚至不敢跟同学聊天 也越来越自卑 就慈禅先生指导 绝对不要逃避苦恼 要更勇敢的面对苦恼 然后他有讲说要跟着我前进 要跟上来哦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是很期待我们成长 然后再让地区上的前辈大哥也是很相信的我们 然后期待着我们 所以我一定要再次爬起来来回应这些前辈 来回应实将 后来我真的就是下定决心要 不管什么事情我都要好好的 就是做我能做的事情这样 兼顾学活动跟研究 跟老师训练 然后跟实验真的是很充实 跟很有踏实的前进的感觉 当我投稿之后 哇就是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了 因为如果不够完整 研究不够完整的话 也不太可能可以投稿出去 那后来被接受 就真的很开心能够 就是到印度去发表论文 然后到隔了两三天又被通知 就是有入围这个最佳学生论文奖的时候 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就是一千六百多篇 paper里面去选十二个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的过程当中 就是勇敢地去向前跨出的每一步 都会离梦想越来越近 为开创生命尊严的事迹 创驾也将人间革命的普贤哲学 具体展现在现实社会中 因此创驾长年来积极耕耘文化的大地 照射教育的大光 开拓和平的大道 以推进人类的和谐与共生 由国际创驾学会 池田大座会长执笔 为推进世界的和平 并记录创驾的真实历史 历史二十五年 长期连载的小说 《新人间革命》 今年已完成完结篇的撰写 这部剧作的总完成 对于身为创驾的会员 是展开前所未有的 诗地共战 试院出发 书写自身奋战 刻画崭新历史的重要时刻 直此迎来二零一九年 迈向创立九十周年 期许全体会员 持续扩大友好的对话 倾全力培育青出于蓝的后绩 持续为社会的繁荣 与人类幸福做出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